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政務司副司長蔡永興表示 垃圾徵費先行先試 初步見到存在著很多問題 他說如果要正式推行垃圾徵費 一定要取得市民大眾的共識和支持 由於這是直接影響到全港700萬人的政策 所以必須要各方面的條件成熟 才可以順暢推行 蔡永興說由他領導的跨部門小組 每個星期都已經開會 目前已經開了幾次會 等到先行先試結束後 有關部門會整合意見和提交報告 而工聯會和蔡永興趁著今天五一勞動節 去到旺角一間酒樓探望工友 了解他們的工作和膳食情況 蔡永興說本港有20萬名飲食從業員 社會的繁榮穩定一定要有勞動者的付出和貢獻 對於不少市民不想消費 蔡永興說不想需要付出時間 相信本港飲食業界會自強不惜 好的食肆一定會有人光顧 他不擔心前景不好 當地時間4月29日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聲稱 不排除將會仿效美國 在歐盟全面禁止TikTok 本月早設時 美國總統拜登簽署國會此前通過的 涉及TikTok的不賣就禁法案 中方指責此舉讓美國站在公平競爭原則 和國際經貿規則的對立面 當市的部評論員Anthony 跟我們講講詳細情況 據美國政治新聞網歐洲版報導 4月29日被記者問及是否會仿效美國做法 簽署禁止TikTok的法案時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回答 不排除這種可能性 並聲稱說我們非常清楚TikTok的危險性 隨後馮德萊恩補充說 歐盟委員會是世界上第一個禁止在內部設備上 使用TikTok的機構 新一屆歐洲議會選舉定於今年6月舉行 當地時間4月29日 歐盟各政黨的主要候選人 在荷蘭馬斯特里克特參加選舉辯論 歐洲新聞網提到 歐盟委員會主席團隊此前曾經表示 馮德萊恩是不會利用TikTok作為其競選策略的一部分 然而隨著選舉的臨近 歐盟卻是不斷地出台針對TikTok的舉措 今年2月 歐盟委員會對TikTok啟動了第一次調查的程序 以評估TikTok在有關保護未成年人 廣告透明度、研究人員獲取數據 以及防承引設計及有害內容的風險管理領域 是否有違反數字服務法 4月22日 歐盟委員會宣布將就TikTok Lite是否違反歐盟數字服務法 展開了一項新的調查 並打算暫停應用程序內的任務和獎勵計劃 理由是該應用程序 未事先評估相關功能帶來的風險 亦未提出降低風險的舉措 擔心TikTok Lite可能導致兒童上癮 存在對用戶心理健康造成嚴重損害的風險 對此 TikTok歐洲的團隊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TikTok始終尋求與歐盟委員會和其他監管機構 進行建設性的合作 因此我們自願暫停TikTok Lite中的獎勵計功能 同時是解決他們提出的擔憂 馮德萊恩競選團體日前還表態說 馮德萊恩在選舉前將會放棄使用TikTok 以彰顯對於TikTok的強硬態度 不過歐洲新聞網就提到 馮德萊恩等歐盟領導人針對TikTok的態度 可能會付出選舉的代價 因為歐盟邊緣政黨特別是極右翼的政黨 在TikTok利用個人和政治色彩濃厚的內容 來吸引追隨者和潛在的選民 路透社新聞研究所去年的一份報告發現 越來越少的人信任傳統媒體 更多的人轉向TikTok獲取新聞 TikTok在這份報告中增長最快的社交網絡 20%18至24歲的年輕人 使用TikTok獲取他們的新聞資訊 Political EU在3月發現 在2月15日至3月8日期間 705名歐洲議會議員之中 有186人在TikTok上活躍 分析師認為 社交媒體 尤其是TikTok 已經成為歐洲政界爭奪 下一代選民的關鍵戰場 針對美西方不斷打壓TikTok等中國企業 中方已經是多次表明立場 今年3月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 美國國會相關法案 讓美國 站在公平競爭原則 和國際經貿規則的對立面 如果所謂國家安全的理由 可以用來任意打壓別國的優秀企業 這樣就毫無公平正義可言 看到別人的好東西 就要想方設法 據為己有 這樣完全是強盜邏輯 謝謝Anthony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 因為違反禁言令 被紐約法院判罰9000美元 法官警告特朗普如果再犯 可能會判他監禁 特朗普被控在2016年偽造商業紀錄 以隱瞞向嚴勝丹尼爾斯支付暗口費的案件 在紐約法院審訊 法官指特朗普藐視法庭 違反了在3月時發出的禁言令 公開去到評擊證人和陪審員等 以每篇條文罰款1000美元 九篇總共罰9000美元 並且警告他如果再犯可能要監禁 比國高等院校聖門加沙巴勒斯坦人的 反展示威持續 警員30日進入被示威者闖入的 哥倫比亞大學一座的學術大樓 拘捕示威者 警方說收到大學的通知 授權警員採取行動 校長已經要求警方留下 直至到月中的畢業禮結束 在較早前一批示威者打爛了大樓的玻璃槍 並且闖入大樓 在大樓外有示威者用桌子去擋住入口 他們又手挽手形成路障 並高呼聲援巴勒斯坦的口號 紐約市長亞當斯要求示威者結束行動 改以其他方式繼續表達立場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阿比表示 總統拜登認為學生佔領學術大樓 絕對是錯誤的做法 不是和平的抗議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啟呈往法國訪問 岸田將會在巴黎舉行的 京俠組織部長理事會上面發表演講 他出發之前表示 將會強調基於規則的自由公平國際經濟秩序 他入會與法國總統馬克龍舉行會談 之後轉到南美洲的巴西和巴拉圭訪問 岸田表示在部長理事會上 將會討論人工智能的議題 他入會與法國總統馬克龍 都討論加強雙邊關係 岸田在巴西將會與總統盧拉會談 強化貿易投資和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 而在巴拉圭期間 也將會與總統佩利亞會談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五一國際勞動節 向全國廣大勞動群眾致以節日祝賀和慰問 習近平指出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週年 是實現十四五規劃目標任務的關鍵一年 廣大勞動群眾同黨同心 同黨去奮鬥 辛勤勞動 無私奉獻 用智慧和汗水 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習近平強調勞動譜寫時代華張 奮鬥創造美好未來 希望廣大勞動群眾大力宏洋勞勞精神 勞動精神 工匠精神 外綱敬業 創新創造 勇約投身以高質量發展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火熱實踐 為全面推進強國建設 民族復興為業而不懈奮鬥 各級黨委和政府要關心外護廣大勞動群眾 設實實現好 維護好 發展好勞動者合法權益 激勵廣大勞動群眾在新勤勞動 誠實勞動 創造性勞動當中成就夢想 原本完成晨週17日載人飛行任務的航天員湯洪波 唐勝傑和江新臨在一日凌晨乘坐任務飛機 平安抵達北京 空間站應用於發展階段 飛行任務總指揮部領導到機場迎接中人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表示 三名的航天員抵達北京之後 進入隔離恢復期 進行全面的醫學檢查和健康評估 並且安排休養 而之後他們會在北京會見傳媒 晨週17日載人飛船是在去年10月26日發射升空 隨後與天和核心艙對接 三名航天員載軌飛行187日期間 進行了兩次的出艙活動 載著他們的飛船返回艙 4月30日下午在東風著陸場成功著陸 內地今天開展五日黃金周假期 在羅湖口岸早上有不少旅客 拖著行李過關來到香港 入境大堂秩序良好 入境處處長郭進鋒到場視察 他表示羅湖口岸早上的秩序大致良好 主方已經增加人手和貴位在各個口岸協助 有湖北的旅客說第一次來到香港會逗留三天 認為近日的天氣影響行程隨意地城市漫步 參考小紅書的攻略會去到堅尼地城和油麻地警署拍照打卡 也會去到旺角的茶餐廳用線 晚上也會去到星光大道和維港一帶 希望可以觀賞到煙火表演 又計劃去到商場花費3000元購買手袋 說在過關的時候維持秩序工作理想停留大約10秒左右 已經有人員提醒他們繼續前行 而有內地旅客也說來到香港有事情要做 將會逗留大概一星期 期間打算是花費5萬元購買電子產品 入境處早前表示5月1日是出入境的高峰期 預計約會有100萬人次進出香港 而其中羅湖管制站人流最多 呼籲市民和旅客盡量避開出入境高峰時段過關 每日早點新聞說到這裡